世界上被禁播的十个有趣广告 明明是正常的画面 却被认为对人类有害 第一名你一看到内容 就会知道为什么不能播放 之前有朋友评论 广告商们都希望自己的广告被禁 可能这种操作反而会带来更大的关注 本期的好奇指南针 继续带大家去看看那些被不同国家停播的广告 一起来猜猜看究竟是什么神奇的原因 点击订阅 让我们出发吧 第十名被禁播后更火的广告 你永远想不到 一辆自行车的宣传居然会威胁到汽车的销售 当年荷兰Venmo公司推出一则电动自行车的电视广告 只有短短45秒 名为驾驭未来的时刻 广告中有一辆闪闪发光的黑色汽车 上面反射着交通堵塞 闪光灯和车祸的画面 接着该车辆融化成荷兰公司最新的电动自行车 并附有标语 驾驭未来 从消费者的角度来看 这个广告似乎没有什么问题 只是表明了汽车会带来车祸 而电动车则比较安全 然而这则广告却被法国广告行业组织自律组织举报了 他们举报的理由是 这则广告利用恐惧和痛苦的感觉 制造了对汽车的恐惧气候 违反了行业的规定 对汽车行业不公平 电动车公司立刻反驳 他们表示广告中所有与汽车相关的图像 都只是日常交通镜头的记录罢了 并且对汽车公司试图掩盖的行为 做出质疑 比较搞笑的是 在广告行业组织和电动自行车公司负责人的争辩中 进播电动车广告的决定 反而带来了更多的关注 YouTube上的这则广告视频 足足有200多万的浏览量 那大家认为 这个广告进播理由是否能接受呢 这是为了宣传eGolf而拍摄的一则30秒广告 然而拍摄完成后 广告却被英国广告标准局所禁止播出了 仔细看这则广告 会发现广告的内容 只是在表达eGolf的无限可能性 并没有触犯到广告法 或者是造成不良影响 被禁的理由又是什么呢 原来在eGolf的这则广告中 出现了露营 制作吐司早餐 残障人士跳远 外太空探索等各种场景 其目的主要是传达eGolf 能够顺应要求 所做出的适应与无限可能 然而根据这个广告的内涵 英国广告标准局则有不同的看法 他们表示 广告内容中所出现的人物设定 会造成消费者对男女生活工作 有既定的刻板印象 因此广告标准局便禁止eGolf 发布这则广告 其实广告画面 能给每个人带来的感受是不同的 产生的影响 也不一定会是英国广告标准局所设想的 屏幕前的你看完这则广告之后 有什么想法呢 第八名 模特太瘦也是错 对身材的讨论在社会上持续了几十年 瘦弱的身材是美丽 还是不良风气的话题 被反复讨论 而知名奢侈品牌 估计花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打造的广告 看似没什么问题 但却还是遭到了停播 英国广告标准局认为 这个广告实在不负责任 Gucci所使用的模特全都是不健康的瘦 甚至面容还特别憔悴 传递了畸形的消息 给民众和消费者会给他们偏差的价值观 面对英国标准广告局的说法 Gucci却解释说 广告的目标群体是那些成熟细腻的观众群 他们也不认为片中的模特太瘦 坚持模特们是苗条而紧视 这项广告禁令也引发了激烈的讨论 有人认为 既然要封进不正常不健康的销售身材 那也得把不正常的肥胖身材一起禁止了 否则一点都不公平 还有一位妈妈则表示 Gucci广告里的模特都太瘦了 她可不希望自己的女儿 看到这些广告后认为 模特的身材是正常的 因为瘦成这个样子 根本就不正常 大家觉得 这个广告应不应该尽呢 第七名 超博的是手机还是 英国手机品牌 KSM为了宣传新推出的世界最保手机 在电视上发布了一支广告 内容尺度大到 让人不敢看 画面中 一名年轻正妹只身着内衣 在家中四处漫步 并且镜头多次对着某些地方拍摄 乍一看 人们也看不出这则广告想表达什么 要不是说这是手机广告 可能你还以为是什么内衣宣传 如此意味不明宣传 自然招来了许多观众的投诉 他们认为 这则广告过于物化女性 并且带有些许暗示 而且广告内容与手机的关联并不大 接到投诉后 英国广告标准局立刻做出了处理 广告片也被下架了 如果人们还想看到这支广告 只能上KSM的YouTube官方频道 但是这个影片并没有被标上18进标识 许多人也认为 相对于内衣广告 这则广告的尺度并不算大 远远够不上被禁的程度 但是无论如何 被禁播的广告却起到了额外的宣传效果 人们纷纷对广告内容产生好奇 这也为手机厂商带来了数百万的广告点击量 可谓是另类宣传了 第六名 真假睫毛 这是著名模特凯特莫斯为所代言的一款 睫毛膏拍摄的广告 为了突出睫毛膏产品 画面中只放置了凯特莫斯的大头照片 他的眼睫毛格外浓密卷翘 显得有些假 但毕竟是宣传睫毛膏 因此也不是不能理解 然而这则广告却在美国被禁止投放了 有关部门给出的封禁理由 是因为画面中凯特莫斯的睫毛 明显不是原装 并且经过睫毛膏使用后 呈现出的效果 而是粘上去的假睫毛 这种操作并不能正确体现产品的特性 当然 在某种程度上来说 产品广告是为了展现产品的使用效果 结果这则睫毛膏广告 完全使用造假来夸张效果 被封禁也不冤枉 但下面这个广告可谓是冤枉到不行了 第五名 关心也是一种错 1989年 日产公司为宣传风度系列汽车 所新发布的一支汽车广告 引起了日本国内的渲染大波 这支广告的内容很简单 开头是一条宽阔的公路 日产风度汽车行驶在这条路上 随着镜头缓缓靠近 日本著名歌星景上羊水露出了半张脸 对镜头微笑着说您的身体还好吗 看起来没有丝毫问题 然而当时 正逢日本昭和天王并行恶化 这句话可谓是触及禁忌 于是日产官方立即发布了道歉声明 并且采取了应急措施 将景上羊水的声音全部切掉 不过现在依旧可以在各大主流视频网站 搜到没有被消音的版本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 景上羊水可谓是非常冤枉 因为它只不过按照剧本 而且拍摄广告的时候 天皇的身体还好着呢 然而 事情毕竟已经发生了 这一事件也被后来的日本人当作笑料而谈 由此可见 广告发布时间也还是要算好天时地利人和啊 第四名 被禁的沐浴录 本以为沐浴录被禁会是什么不能过审的画面 却没想到会是不正当竞争 当年知名沐浴品牌多芬 推出了一则铁丝网广告 广告人员设计了两瓶沐浴液 一瓶没有标识 被缠绕铁丝网 下面标着粗织烂造的英文字样 而旁边的豆多芬沐浴液则显示这才是体贴皮肤的 想要宣传自家产品好 无可厚非 但这样夸张的对比一下 引起了美国国家广告审核的注意 立马要求停用 他们认为 这个广告可以说是把竞争对手全得罪了 没有标识的瓶子 可以带入任何一个牌子的沐浴液 给顾客带来了一种除了多芬 其他品牌的沐浴液全都是粗质滥造的印象 这简直是在发布虚假广告 欺骗和误导的消费者 第三名牛奶泼错了地方 全球最大的饮料生产商可口可乐公司 为全新推出的牛奶品牌 推出的造势广告被批搞颜色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可口可乐的牛奶品牌 Fairlife声称自己专卖低糖和高蛋白质的高价牛奶 在他们的广告中 身材窈窕的女模特摆出诱人姿势 身上的衣服则结合了泼开的牛奶 变成各种样式的洋装 礼服广告还写下喝下他们所穿的 好牛奶在你身上更好等字句 这一系列挑逗的内容成功引起民众注意 但也引来不少人批评 部分观众表示严重不适 认为这则广告误化女性 甚至还有网友抨击到 这是我看过最差的广告 然而也有人觉得这样的创意无伤大雅 还希望可以推出美男被泼牛奶的系列 可谓是两极分化 每个观点都有自己的道理 那大家觉得这个广告如何呢 第二名 护肤品广告 这是一则在2006年拍摄的 由女星蒋文丽代言的 每家境修护系列广告 并且购买了电视台的黄金广告为放映 其内容还是挺温馨的 是儿子与妈妈之间的互动 但为了突出修护系列的抗衰老效果 男孩的台词被设计为 长大了要娶妈妈当老婆 长大了爸爸就老了之类的对比 其实言下之意是 妈妈看起来非常年轻 妈妈所使用的护肤品效果很好 然而播出没多久 人们就因为广告中五岁的小孩 对妈妈说长大了 我要娶你做老婆 而引起了一场大讨论 一些人认为 这样的广告情节有乱伦之嫌 应该停播 而另一些人认为 童言无忌 孩子天真的话语 体现的是母子之爱 不应该用成人眼光看待 一些持中立观点的网友则认为 广告创意虽然不错 但厂商一定要考虑到 不同观众的心理承受能力 事件发生后 电视台立即将这个广告停播 美嘉靖则表示 并非恶意只是创意 但是考虑到对社会产生的负面影响 还是将原广告进行修改 删除了这段对话 你觉得这个广告是否要被停播呢 第一名 现场实践小雨伞 这则广告光听标题就知道 一定是满屏的马赛克 吓得澳洲广告连夜紧急下架 究竟是什么内容呢 我们一起来看看 广告一开头 一对年轻情侣来到药店购买小雨伞 正纠结买哪一款时 一旁的工作人员来咨询 并且推荐了某某品牌很好用 这本来没什么问题 谁是画面一转 这对情侣竟直接在药店 开始试用起了产品 店里的各种工作人员都面无表情 甚至还提供了一下知识点 真的是太让人震撼了 在这40秒钟的广告中 这对情侣虽然只有露出头 手 脚等部位 但动作非常明显 澳洲当局认为 该广告太超过 而立马进播 但网路上却已经疯传 这段影片自从上传到YouTube 短短几天内 点阅率已经超过百万 只能说 这个厂家太过于脑洞大开 为了这期视频安全播出 画面做了处理 想要看原片的朋友 可以自行搜索 看完以上的视频 你认为哪个广告 被停播的理由最扯呢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 可以订阅按赞好奇指南针 下期也会为你带来更多精彩